乘电梯被人挤进了失忆的上司怀里 顺带还踩了他一脚 我没敢吭声 出公司后 他把我叫去地下车库 我垂着头 打算掏出纸巾给他擦鞋 他声音冷淡 你是打算冷暴力后分手 我 今天按时下班 我收拾好包包 跟着人流去等电梯 一抬头 瞥见上司傅文奇 衣冠楚楚地站在电梯门门口 据说 他失忆了 好像是两个月前 被人从背后袭击 伤到了脑袋 记忆还没恢复权 就来公司上班了 他一班五点半就早退了 今天正好赶上下班乘电梯高峰 我在后头百无聊赖地抠手机 然后电梯提示灯响了 叫香到了 我以为要等下一趟 结果 有人从背后撞了我一下 我直接跃到了众人面前 傅文奇第一个抬脚迈进了电梯 我很凑巧地成为第二个 接着 其他人鱼贯而入 我被硬生生挤到了傅文奇面前 我立马转了个身 身后是我入职两个月说话不超过三句的上司 身前还不断有人试图挤上电梯 最后的宝洁阿姨一个挺身 我成功倒进了上司怀里 宽肩 窄腰 大长腿 有力的心跳 冷硬的视线 以及我开始发麻的头皮 维持着这个艰难的姿势到了一楼 我抬起踩在上司皮鞋上的右脚 人流涌出电梯 我咬牙犹豫了两秒 带着未说出口的对不起 匆匆奔出了电梯 我好像完了 被挤进上司怀里 还踩了他一脚 我却没吭声地走了 出了公司大厦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的回放 然后 手机屏幕亮了 傅文琪 地下车库 过来一趟 完蛋 傅文琪估计要找我算账 我一路忐忑地到了地下车库 他靠在车旁 一身黑色大衣 身材奇长 模样优越 侧脸很绝 很韩剧男主 我走近了才看见 他右手指尖 夹着一根烟 没有点燃 我努力堆起笑容 傅总 您找我什么事啊 傅文琪抬眼看我 没什么表情 就静静地审视我 没什么想说的吗 空气似乎在这一刻凝滞 我该说什么 我笑得嘴里发苦 将他从头发丝 打量到了脚上 正亮的皮鞋肩上 有一道浅浅的后脚跟印记 踩了他一脚 没道歉 是我不对 有点理亏 我从口袋里摸出纸巾递给他 您要擦擦吗 他对上我的目光 愣住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要搞职场霸凌 让我亲手给他擦 我默默叹气一声 视线下移 准备蹲下身 给他擦皮鞋 然后 我的目光 被他右手衣袖露出来的一串珠子吸引住 那是我从雍和宫求来的香灰琉璃 上司住院昏迷期间 我刚入职 周末我和朋友去雍和宫玩 然后 排大长队求了个香灰琉璃 祈福招财 结果 同事发消息说要一起去探望上司 于是 我献出了我还没午热的香灰琉璃 聊表关切心意 但没想到 上司他居然戴上了 我目光定格住不动 他加烟的手一抬 冷不丁朝我走进一步 升陷冷淡 你是打算冷暴力后分手 我 什么 傅文琪微微挑眉凝视着我 我脑袋空白两秒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看着他指尖没点的烟 我恍惚住 完全脱离了他的频道 然后 我脸不红心不跳地 从包里摸出打火机 您 您是要火吗 傅文琪开车走了 走之前看起来很不高兴 他最近都奇奇怪怪的 可能是脑子还没好全 为避免上次地下车库 类似的事件重演 我打算下班后晚走几分钟 于是 下班前半小时 我隔五分钟 就偷瞄他的办公室一眼 看他什么时候走 结果 他没动 也不说早退了 我按捺着性子等 等到下班时间过了十分钟 人都走完了 他也没动 我等不及起身 然后 他隔着办公室的玻璃门 也站起了身 于是我被迫和他一起等电梯 气氛出奇的诡异 我很想问问傅文琪 最近去医院复查了没有 但我没敢开口 我目视前方 他目视我 我受不住他意味不明的目光 忍不住转头看他 磕巴了半晌后 挤出一句话 傅总 您戴这手串挺好看的 被自己无语注 傅文琪微愣 低头看了眼 又手腕上的手串 是吗 我也觉得 挺好看的 不知为何 他说这话时 咬牙切齿的 那本来是该戴在我手上的 我心里发苦 然后 就见他对我冷冷一笑 所以 这算是分手礼物吗 我 什么 我感觉 我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 我们俩好像不是在同一条频道上 我试探着问 您女朋友要跟您分手 话一出口 傅文琪的脸 肉眼可见的黑了 他看起来很生气 很恼怒 又拼命在压制 我又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看向电梯门 刚好电梯到了 我抢先一步进了轿箱 傅文琪还傻站在电梯外 傅总 您不进来吗 我拦着电梯门问他 他一声冷笑 我等下一趟 完了 就不该多嘴聊天的 我一边反省 一边按关门 结果 电梯门即将合上时 有人从外面按了下行键 电梯门重新打开 傅文琪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我默默地去按一层的键 然而 手刚按上电梯按键 就被上司一把压在了叫箱壁上 我磨地平住呼吸 这是传说中的壁咚 我一颗心跳的飞快 傅文琪垂眼瞪着我 眼中有怒火在燃烧 我看傻了 这哪是壁咚 这是要算账吧 果不其然 他凉凉一笑 你上次打火机哪来的 这出其不意的问题 我老实交代 同事过生日 蛋糕店忘装火柴 我去隔壁部门借的 问男同事借的 嗯 为什么没还回去 嗯 忘了 我自觉打得没毛病 他笑得更凉了 生日那天我也在 怎么不找我借 这个嘛 我辩驳的话堵在喉咙口 总不能说因为他是老板 比较有距离感 我支吾着开口 没 没想起来 啊 傅文琪怒气直瞬间飙升 我手足无措地与他对视 甚至 我就出差两个月 他俯身 气急败坏地怒吼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有个男朋友 丁 一楼到了 我弱小无助地蜷缩在上司怀里 和他大眼瞪小眼 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我小心问道 是谁啊 上司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 我 眼睛瞪得像同龄 他见我一脸诧异的表情 更生气了 我急忙开玩笑 副总 您 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说实话 我还蛮期待的 但上司此刻脸臭得厉害 活像一只将要发狂的狮子 沈志 你是在装失忆 他盯紧我的眼睛 一点点逼近 还是说 这是你甩男朋友的心形招数 他这话问得我七上八下 我开始自我怀疑 难不成在过去两个月里 我砸坏过脑袋 真的失忆过 不能吧 跟上司搞对象 我疯了吧 我扫了眼大开的电梯门 很怕忽然有人进电梯 目睹这一幕 我抬手戳戳他撑在我身侧的手臂 他低头瞪我 怎么 记起来了 我缓慢摇头 然后趁他松懈 从他手臂下绕了出来 他见我要跑 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你又想去哪 我呵呵一笑 那个 我去看病 他眉头一皱 我又真诚地看向他 你要一起吗 傅文琪开车载我去医院 是我没想到的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 他忽然来劲了 非要大晚上带我去看脑科 我说人都下班了 他说他有位医生朋友 我 我拗不过他 只好敷衍答应 到了医院 他寸步不离地盯着我去做检查 我觉得自己是疯了 但我感觉 他脑子才更有病 做完CT检查出来后 我向他提议 副总 来都来了 你要不要也顺道复查一下 他看傻子似的 看了眼我 然后进去了 我确定了 他有病 我目送他进了科室 抓起包包 头也不回地 奔出了医院大楼 我有个毛线的病 入职前才做过体检 我刚跑到马路边 忽然有通电话打了进来 不会是傅文奇吧 这么快就发现我溜了 我摸出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 犹豫了两秒后接通 对面是个贵气夫人音 一上来就点出了我的名字 沈小姐你好 我姓蓝 是你们副总的母亲 我 傅文奇他妈 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的回应 您好 对面语气和蔼 直接开门见山 我看到了电梯里的监控 我儿子对你造成了困扰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愣住 还没反应过来 他怎么知道电梯的事 就听他接着道 我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沈小姐可以帮忙 我感到疑惑 什么忙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 扮演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 扮演上司的女朋友 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 对面停顿两秒后 补充道 你不用有压力 我儿子他好像有女朋友 但他不记得了 他现在认定你是他女朋友 所以希望你能帮他 我又愣住 合着我就是个替身 所以希望 我去扮演心机绿茶女二 然后反向助攻男女主 破镜重圆 这么狗血的吗 蓝夫人霸总小说看多了吧 我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 对面犹豫了一瞬 忽然话锋一转 我儿子要出来了 稍后我会再和你联系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说完 力索地挂断电话 我傻愣在原地 这是什么情况 然而 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听到傅文奇冷淡的声音 从背后响起 你要跑哪儿去 傅文奇阴沉着脸把我送回了家 一路上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没敢吭声 他双手握在方向盘上 手背上的青色血管 分外明显 抵达我家小区楼下后 我解了安全带要下车 然而 车门锁着 我犹豫两秒 向他投去困惑的目光 傅总 您还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要交代的吗 傅文奇这才侧脸看我 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 僵持间 他开了我这边的门锁 明天早上 我来接你上班 我心头猛地一咯噔 造孽 又不能拒绝 我强颜欢笑 好的 谢谢傅总 说完 我飞快开门下车 连白白都忘了说 跑了 有病有病有病 我刚转进楼道 蓝夫人的电话便打了进来 我盯着号码发愣 他怎么这么会掐着时间点 我看到了电梯里的监控 我儿子要出来了 联想到方才那通电话里说的 我忽然一阵头皮发麻 难不成 傅总他妈在暗地里监视傅总 可为什么呢 我迅速接通电话 蓝夫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似乎知道我的疑虑 开口解释起来 你应该也听说了 闻起两个月前意外受伤 被人袭击了后脑 医生说他记忆受损 醒来后还伴随有轻微的焦躁症 他现如今认为你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我希望沈小姐可以配合他 帮助他稳定情绪 恢复记忆 我听完凉凉一笑 知道他失忆 没想到还得了焦躁症 怪不得脾气那么差 要不是看他是我上司 还挺帅 他这种行为是可以报警的程度 我问 需要我怎么配合 蓝夫人说 和文奇谈恋爱 嗯 我疯了吧 和上司搞对象 我下意识就要拒绝 蓝夫人接着抛出了诱饵 只需一个月 报酬一百万 试试顺着他 哄着他 我可以先付五十万定金 这 我陷入犹豫 一个月一百万 我得上多少年班才能赚够 再说 这也算助人为乐 既得行善的事吧 我勉强说服自己 同意了 蓝夫人满意一笑 挂电话前 我忽然想起她说的话 忍不住八卦 请问 方便透露下 副总的女朋友是谁吗 万一副总突然想起来 我好有个准备 蓝夫人一证 接着发来一张照片 她叫周倩 我儿子出事前 曾和她一起吃饭 但她现在失踪了 看到那张熟悉的脸 我一口气差点没喘云 绿茶前同事 是我如今上司的女朋友 因为得知这个消息 我隔应了一晚上 周倩 是我在上家公司的同事 总在领导面前邀功 做人两面三刀 还抢了我的提案 害我一气之下离职的罪魁祸首 傅文奇女朋友是她 她什么眼光呢 我有点后悔了 但蓝夫人速度很快 生怕我反悔似的 把五十万打入了我的账户 第二天起床上班 我顶着黑眼圈下楼 在看到上司停着的车时 恍惚了几秒 我装作没看到 傅文奇直接下车走到我身后 攥着我的胳膊 把我按进了副驾驶座上 我一脸震惊 不敢外露 她冷着脸开车 我目视前方 看着车开出了小区 坐在绿茶前同事男朋友的车上 还要扮演好她的替身 和身为我上司的她的男朋友搞对象 我如坐针战 想死 我还记得我离职后 找到新工作的前一晚 关系好的前同事 约我出去喝酒庆祝 周倩中途打来电话问我提案报表的事情 她抢了我的提案 如今来问我某项具体数据 这给我气笑了 我酒喝多了 醉意上头 我告诉她 我已经离职了 她也不甘示弱 我现在在酒局上和人谈合作 如果数据有问题 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则 威胁我 我握着手机向她展示了下我的友好素质 然后 她估计是气不过 套出我吃饭的地址 然后找人来搞我 我也没想到她手段这么卑劣 竟然让人把醉酒的我带去了酒店 要不是我醒得快 忍着头晕眼花和腰酸背痛 从背后突袭了那狗男人 我怕是就要失真了 随后 我给周倩打电话算账 她估计是害怕 直接拉了我 后来 我去前公司找她寻仇 人已经辞职了 跑得倒挺快 就这样的女人 傅文琪是怎么看上的 我大为不解 我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侧眼 去观察上司的表情 她微微抿着唇 看着也不高兴 更闹心了 算了 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失忆后 眼光倒是变好了 一路低气压到了公司大楼的地下车库 见傅文琪压根就没开锁的意思 我干脆坐着不动 半晌 她冷淡开口 审志 你要和我冷战到什么时候 又来了 想起我已经答应了蓝夫人的交易 还有她昨晚就转入我账户的五十万 事事顺着她 哄着她 我直接开始带入替身角色 没有啊 副总 她转头看向我 一声吃笑 你不觉得你回答得很敷衍吗 过分了 一想到我替身的白月光是绿茶前同事 我就恶心地想吐 连带着对上司的好感度也大打折扣 她还想让我怎么不敷衍 我换上一脸假笑 副总 一会儿上午还有会呢 我现在心情很差 她收回目光 骨节分明的右手搭在方向盘上 我无语 我心情也很差 不等我想好措辞 她忽然歪头看向我 女朋友亲一下就好了 一整个上午 上司的左脸都是红的 会议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好奇 偷偷打量 我低着头 噼里啪啦地敲击笔记本电脑 没敢抬眼看她 是我的错 我也没想到 就轻轻打了她一巴掌 她左脸就红了 一片不深不浅的红印 半天了都没消下去 我其实也不是故意的 谁叫她忽然凑过来锁吻 她一双好看的眉眼微微垂着 视线蛊惑人心似的 落在我的嘴唇上 安静的车内 我能闻到她身上 属于男士特有的冷冽清香 说实话 她靠过来那一刻 我竟有种隐隐的期待 但一想到她那张薄唇 可能亲吻过别人 比如绿茶前同事 我就瞬间清醒过来 然后 在她将吻未吻之际 我的手快脑子 一步打了她一巴掌 因为她是我上司 我出手的力度并不大 顶多就算拍了一下而已 结果 她的左半张脸就红了 这是什么特殊体质 我的手将在半空 后悔如潮水 将我淹了个透心凉 我忘了我是替身 我答应了蓝夫人 拿了钱就要好好办事 见傅文奇没有神情和动作 我十分后怕地 轻轻摸了摸她的左脸 我 我刚才紧张 手抽筋了 您信吗 傅文奇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搭在方向盘上的右手背上 轻筋吐起 然后一句话没说 就下了车 之后整整两天 她没再主动和我说过话 除了必要的工作汇报 等到周五下班前 她才终于给我发来了消息 下班后一起吃饭 吃晚饭吗 我抬眼扫向她的办公室 她端坐在电脑前 手握在鼠标上移动 我迅速回了个好 到了时间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和傅文奇晚了十分钟才出公司 我有点小愧疚 偷摸打量她的表情 很冷淡 我努力打破尴尬 问她去吃什么 她直接把车开到了一家日料店 当她把一片刺身 夹到我面前的盘子里时 我真的很想吐 我很怀疑 她是不是故意的 等到她第三次给我夹刺身时 我终于忍受不住 为你翻滚而来的恶心 立马冲到路边干呕 我呕到肝肠寸断 她靠在一旁的车身上 促眉打量着我 冷漠无情 然后 她突然开口 你上次大姨妈来是什么时候 身为一个上司 问女员工这种私密问题 我没理会她 她沉默两久后说 去医院 我这才抬头看她 干什么 她打开副驾驶的门 语气波澜不惊 坐臂钞 我没反应过来 她上前把呆滞的我 塞进副驾驶座内 然后撑着车门盯着我的眼睛 态度严肃又认真 上次没用套 你很可能怀孕了 我 傅文奇这个狗上司 不顾我的反对 把我带去了医院 她肯定是创伤后一阵犯了 我感觉我的名声要被毁了 有病有病有病 还病得不轻 我推举着她的胳膊 说我不要去妇产科 我只是吃不惯日料反胃而已 但她无视我 她强有力的手臂揽着我的肩膀 将我硬拖到了妇产科 真的好丢人 我都没有那啥过 怀个屁的运 我捂着脸 在傅文奇冷硬的视线下 被护士拉着去做了臂抄 我认命了 我要拿检查结果狠狠甩在狗上司的脸上 她说她是我男朋友 就真以为我是她对象啊 我憋着气做完检查 等待结果的三十分钟内 傅文奇将黑色大衣脱下来 罩在我身上 她唇角还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 我越看越来气 她这是已经把我当孕妇看待了呀 过分啊过分 拿到检查结果时 我看着上面那张黑曲曲啥也看不清的图问护士什么结果 护士直接恭喜我 您要当妈妈了 我一瞬间懵了 大脑嗡嗡作响 整个人都是飘忽的状态 我他妈 怀了 我 我怀个毛线 这怎么可能 我紧盯着护士 你别咒我啊 她愣了下 干笑着 表情莫测地走了 傅文奇将检查单子从我手里抽走 细细看了两眼后 整齐叠好 装进了西装裤兜里 走吧 她牵住我的手 领着浑游天外的我出了医院 我现在整个人由内到外的震惊 我不信 回家路上 我扫见不远处的药店 我拍拍车窗 对傅文奇说我要下车 他皱眉看我 见我态度坚决 只好将车停在路边 我头也不回地进了药店 我要买验韵棒 我要自己亲眼确认 买完出来时 傅文奇就靠在车身上等我 我看了他一眼 心里烦乱地厉害 我拐了方向 迈开步子朝前走 这件事太冲击我的大脑了 我得好好想想两个月前发生了什么 傅文奇见我不上车 眸光一沉 快步上前拦住我的去路 回车上 他又用那种上司下达任务时的命令语气 我心烦意乱 傅总 我不是您女朋友 怀不怀孕 也跟您没半毛钱关系 他听完哑然失笑 所以 你打算跟我分手 又来了 看来病得不轻 我努力耐心解释 傅总 您是我上司 我是您的员工 我希望您能保持基本的边界感 他朝我逼近一步 冷笑 可孩子是我的 我是孩子爸爸 你让我去哪 我有点恼了 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你不要上赶着任好吗 所以 你忘了那碗事吗 傅文奇握住我的胳膊 逼试着我的眼睛 你迫不及待逃走 就是不想和我有牵扯 对吗 我呆住了 不知道怎么反驳 只看到 他不断启合的嘴唇 你现在是打算怎么办呢 会不会趁我不注意 去做掉他 你喜欢上别人了吗 傅文奇此刻 看起来很不正常 精神很有问题 我想起莱兰夫人说过的话 她失忆后 伴随有轻微的焦躁症 她这不会犯病了吧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暗暗深呼吸了一下 我主动握住 她有些冰凉的手背 要稳定她的情绪 我干脆直接地 搂住了她的腰 我没有要那么做 也没有喜欢上别人 你别生气 好不好 她正愣了一瞬 随即将我的脑袋 按到她的胸口 过了好久好久 我觉得可以松开了 她却将我越抱越紧 这都什么奇怪走向 我听见她的心跳 逐渐恢复正常 还有她近乎温柔的语气 落入耳中 沈志 你可以不听我的话 但我会把你关在我身边 直到平安生下孩子为止 我愣住 鸡皮疙瘩忽然起了一身 我忍着离谱 被傅文琪送回了家 一路上我都在思考 要不要联系蓝夫人 终止交易 我不要这个钱了 这恋爱是谈不下去了 我只想远离傅文琪这个神经病 到小区楼下时 我二话不说 打开车门下车 傅文琪这回没有阻拦我下车 但是 她跟在我屁股后进了电梯 我无语又纳闷 我没理会她 她就跟着我到了我家门口 书密码开锁时 我忍不住回头撇她 傅总 谢谢您送我回家 您回去吧 她的视线从我脸上下移至我手里装着验韵棒的塑料袋上 你不是要测吗 我愣住 所以 她是要进来围观吗 我顺时生起一股怒火 气急返笑 傅总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了 傅文琪听完 微微一挑眉 我俩在门外僵持了几秒后 她当着我的面 伸手输入了我家的密码锁密码 我震惊在原地 曹 她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我眼睁睁看着她自来熟识地迈进了我家 还不忘在鞋柜前换了拖鞋 然后 她穿着我毛茸茸的兔子拖鞋走向了沙发 真不客气呢 我猛地冲进去 抖着手质问她 你你你 你怎么知道密码 她脱了外套 回头看我 你告诉我的 不可能 我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这个 傅文琪似乎看出我的疑惑 略一思索后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上次你喝醉酒倒在我的怀里 她说着 一边卷着袖口一边向我走近 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不可能 我近期唯一一次喝醉还是两个月前庆祝找到新工作 那时候都还没见过上司 一定是她胡周 我这么想着 她微微勾唇 抬起了我的下巴 喝醉了什么都乱说 还说我的眼睛像你见过的一位学长 我 不可能 我想开口反驳 她却捏了捏我的脸颊 去测吧 我等着 不出意外的 结果显示两条杠 我坐在马桶上 半天都没缓过神 不应该啊 我跟谁都不可能是傅文琪 她两个月前不是被袭击昏迷住院了吗 我脑子里一团降呼 傅文琪在外面敲了敲洗手间的门 出来 我心情复杂地看向门口 犹豫了半晌开口问 你 你说我跟你 什么时候 在哪 话问出口 我有点后悔 她一个失忆的人知道什么 结果 门外的人立刻就回答了 在我出差前一晚 海德酒店1105 听到出差两个字 我冷哼 这人还失忆着呢 听到这个地址和房间号 我彻底呆住了 这不是上次我被绿茶前同事周倩算计 差点失真的地方吗 那晚我虽然没清醒透 但离开前扫到了房间号 就是这个数字 上司说我俩那个啥 是在这个地方 总不可能那晚想侵犯我的那个男人是傅文琪吧 一想到那晚醒来后好像有点腰疼 难不成我当时已经失真了 我有点傻眼 所以推论出结果是 我当时迷迷糊糊 从背后偷袭的人是 就是新公司的上司傅文琪 乱了套了 周倩为了算计我 居然甘愿牺牲掉男朋友 不可能不可能 我躲在洗手间半天没出去 外面传来一道关门声 我以为是傅文琪走了 把燕运棒搁在洗手台上 开门出去查看 结果 走到客厅 就见傅文琪从背后冒了出来 不带我反应 他上前捧住我的脸 吻了下来 唇瓣又软又甜 我感觉眼前一瞬间炸开 迷离恍惚 然后 他盯着我的眼睛 说了句晚安 早点睡后 开门走了 心脏一阵狂跳 搞什么 偷袭 我忍着怒火回到洗手间 脸颊上一阵滚烫 一捶眼 方才还放在这儿的 燕运棒不见了 我焦虑失眠了一晚 这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不停在我脑海里翻涌 失忆的上司 古怪的蓝夫人 下落不明的绿茶前同事 还有酒店 交易 怀孕 我感觉头都要炸了 上司这还失忆着 还不知道是被我拿烟灰缸 砸了他的后脑勺 蓝夫人时刻监视他儿子 难道没查到酒店那晚 害他儿子失忆的罪魁祸首是我 还有 我是怎么从餐馆转移到酒店的 而且 我喝醉了酒 傅文奇总不能也喝醉了吧 基于这一连串的疑问 我第二天就去了餐馆和海德酒店查监控 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餐馆外的监控显示 同事们相继离开后 自己上了一辆豪车 酒店说当晚监控正在维修 巧到离谱 怪不得蓝夫人没查到元凶 却阴差阳错 与身为元凶的我做了交易 我一阵心如死灰 所以 究竟是不是周倩社的局 我又该不该主动坦白 还有 上司他恢复记忆后 会不会找我算账 我坐在工位上 胡思乱想了一下午 下班后 傅文奇带我去吃饭 然后开车送我回家 我们像一对很冷静的恋人 到家后 他让我收拾行李箱 搬去和他一起住 我心里很不愿意 但我拗不过他 只好装了几件衣服 和常用物品 路上 他专注开车 嘴角挂着笑 我压根开心不起来 我很忧愁 但令我更忧愁的是 傅文奇开车 停到了一家店门前 我扫了眼店名 傻眼了 傅文奇他要带我去定制婚戒 他牵着我的手迈进店内 我诧异地 看向他的侧脸 你 你要和我结婚 他停住脚步 转头看我 表情很认真 我不是因为你怀孕 出于责任 而是结婚这件事 本来就在 我今年的计划之内 我愣住了 我感到手心一阵发烫 心跳 心跳也逐渐不正常起来 太疯了 我怎么能就这样和诗异的上司结婚呢 当晚 我们同床共枕 他很自然地把我揽入怀里 我却僵硬地一动不动 有生之年 我也不敢消想这样的场面 我睡得很不踏实 临到半夜 我困得迷迷糊糊 一些细碎零散的画面 悄悄钻入脑海 酒店的房间里 模模糊糊中 有人捏了捏我的脸颊 我感到不舒服 说了声 痒 那人哑声问 哪里痒 我半睁开迷蒙的双眸看他 眼前的人虽然很模糊 但只看轮廓 就知道是个帅哥 尤其那双微垂的眼睛 无波无蓝 却透着世俗的欲望 我两只手不听大脑指挥 搂上了那人的脖子 动作亲腻 哪里都痒 亲亲我 我无意识 说出心里的渴望 很不知羞耻 那人沉默良久 喉结滚动 傅身凑到我耳边 声音低哑 是你勾我的 醒了别不认账 醒了后我干了啥 我把人袭击昏迷 导致失忆 然后拍拍屁股跑了 梦到这儿 我猛地睁开眼 好像记起来了 我一时间心有余悸 额角狂冒冷汗 身后的人沉在睡梦里 无意识搂紧了我 我一颗心 慢慢平静下来 原来是我 闯大祸了 不能等傅文奇 发现真相 我要跑路 荷兰夫人的交易 还有一周就结束了 我打算到时间辞职走人 这期间 我和傅文奇 像往常一样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办公室地下恋情 自从上次交易开始后 蓝夫人就没再联系过我 我也不确定 她知不知 我和傅文奇 有个孩子的事 而在一月之期 结束的最后一天 她终于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 只感谢我的配合帮忙 随后 给我汇了尾款 我盯着银行卡余额里的数字 心里五味杂陈 傅文奇说 要去外省出差一周 等她走后 我收拾好行李箱 迅速而果决地搬回了自己家 第二天 我订好机票 打车去机场 先回家看看爸妈 之后出去旅游散散心 孩子的事 要和爸妈说吗 我有点发愁 我年纪轻轻 就要做单亲妈妈不成 我郁闷到想哭 抵达机场后 我拉着行李箱 去办理直机 一抬头 忽然瞥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周倩 真是冤家路窄 我当下也顾不上直机了 转了身 拉着行李箱 上前拽住了她的手臂 她见识我 也吃了一镜 由于在机场大厅 拉拉扯扯影响不好 我俩人挪到了角落谈话 我憋着一肚子气质问她 为什么算计我 她不屑冷哼 让你傍上副总 这也叫算计 我被她气笑了 把自己男朋友拱手让人 你可真大方 她愣住 什么男朋友 我没好气地说 傅文琪不是你男朋友吗 她像见鬼似的一笑 疯了吧 傅总那样的人 我可高攀不起 我愣住 什么意思 她这才不情不愿地 把原委一一告知 她说那晚 她饭局上的合作对象 就是傅文琪 本来谈得很顺利 但她突然指出 材料文件上有数据错误 她不想功亏一篑 就甩锅给我 傅文琪让她打电话 来解决问题 只不过我当时有点醉了 不清楚她窘迫的状况 二话不说 把她的话堵了回去 她面上受不住 又在傅总强大的气场下 无地自容 本来以为合作黄了 没想到傅文琪突然提出 要她再打电话问我的地址 我当时脑袋不清醒 她问我在哪 是另一名男同事答的话 得知地址后 傅文琪就开车走了 周倩一边说 一边摆弄美甲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傅总是去找你了 我赶到时 就见你傻不愣登地上了他的车 跟人家走了 之后你们发生了什么 我可不知道 也不关我事 我还因为傅总简单两句评价 就被公司劝退了呢 话说 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 不然傅总怎么知道我曾经占了你项目的事 还对你这么上心 我 万没想到 是这么个情况 周倩离职后就回老家了 这次回来办完事 正要返程 就碰到了我 眼下真相大白 我也不能抓着他不放 毕竟 酒店的事不是他设计的 一切怪我 太荒唐了 傅文奇这个人 他是早就认识我吗 他为什么要问我的地址 还承认知微街走了我 我想不通 没过两分钟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心神一颤 小心翼翼地接通 对面沉默着 似乎在等我开口 我不安地为了一声 然后 他似身呼吸了下 声音低沉 透着一股危险的信号 衣柜里空了一半 我 牙刷 水杯 毛巾 拖鞋也不见了 我 我现在出发去你家 你最好在 最后四个字 咬得特别重 我愣了半晌 才反应过来 他不是在外地出差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一瞬间慌乱起来 拉起行李箱 往机场外跑 跑了一半 又想起今天来机场的目的 我是要回家的 交易已经结束了 傅文琦不能再干扰我的生活了 我这么想着 掉了头返回机场大厅 等到过安检的那一刻 我才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只不过我前脚踩过了闸机 后脚傅文琦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没接 但我察觉到一道冷硬的视线 我回头 果不其然 瞥见了傅文琦那张又黑又臭的脸 隔着十几米远的距离 这么快就找来了 我忽然感觉自己 此时此刻像急了小说里带球跑的女主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她说清楚 于是我接通了电话 只不过我还没有开口 对面近乎于温柔的语气 隔着嘈杂的环境音传入了我的耳膜 沈志 回来 听话 我没走成 不是我不想走 而是肚子忽然一阵纠痛 毫无预兆 机场安保直接扶着我离开了后机室 傅文琦见状 也不算账了 抱着我坐进车里 然后蒙踩油门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 说孩子没什么大碍 大约是我这几天饮食不规律 精神压力大所致 确实 自从知道那晚的人是傅文琦后 我每天面对他就心虚得很 他没恢复记忆 还要和我结婚 我答应交易做替身 结果自己倒成了当事人 还多了个孩子 这让我心情复杂又矛盾 我难过地默默抠手指 傅文琦站在一旁 鹅脚渗出了细密的汗 听完医生解释后 他不轻不重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了病房 十五分钟后 他又提着一袋吃的回来了 我在他的目光威慑下 沉默喝着鸡汤 过了好久后 他忽然出声 抬头看我 我动作一顿 不自觉对上他的视线 就那么僵持着对视了几秒 他拉过椅子坐到了我面前 开始兴师问罪了 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提前打招呼 是我的错 他看着我 又问 拖着行李箱 是打算去哪 我 我回家一趟 看看爸妈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没来得及说 我说完 就见他眉头一皱 他向我靠近几分 凝视着我的眼睛 沈志 你不想和我结婚吗 我 说实话 像上司这样的男人 年轻有为 又帅气多金 除了偶尔暴躁以外 是挺适合结婚的对象 但我和他的关系 就像一团乱麻 理也理不清 发生的这许多事 也不知道 究竟是谁更吃亏一些 我捏着勺子脚鸡汤 太煎熬了 忍不了了 我深吸一口气 索性破罐子破摔 傅文奇 你其实失忆了 你不知道你脑袋后面的伤 是我砸的 我当时很恍惚 以为你是图谋不轨的人 砸完就跑了 后来你成了我上司 我也不知道那人是你 之后 你妈找到我做交易 让我配合演你女朋友 帮你恢复记忆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所以 我其实并不是你女朋友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那晚的人是你 我不知道你恢复记忆后会怎么处理 所以 我就想着结束这一切 辞职回老家 她文言 忽然陷入沉默 我有些紧张地盯着她 很久之后 她才忽然开口 我知道 我 她轻轻叹了口气 眼睛里漫过一丝苦涩 我知道是你砸伤的我 我没有怪你 我只怪我太心急了 把你吓跑了 我妈监视我的事 还有和你做交易的事 我也知道 因为是我故意引导的 我本来以为 靠这种失忆的伎俩 可以慢慢把你拉回我身边 但好像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让你看起来很抗拒我 你如果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而选择逃避 我会很生气 因为它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 她说 爸 伸手捏了捏我的侧脸 我震惊住了 所以你没失忆 你是装的 她点了点头 很认真说了句对不起 我有点心梗 狗男人 我捏紧了拳头 忍着想揍他一顿的冲动 他又忽然补充道 但并是真的 焦躁症 情绪有时会不稳定 知道你和别的男同事吃饭 借打火机 就会忍不住失控 我呆住了 半晌没说出来一句话 最后我试探着问道 你早就认识我吗 傅文琪是大我三届的学长 无论如何 我也没想到 我曾经耍过他 事情发生在我大一 入学军训那会儿 我因为心脏方面的原因 可以不用参加军训 于是 几个室友就拜托我 提前去餐厅站坐买饭 举手之劳的事 我就同意了 每天上午 我就到餐厅附近的体育馆溜达 有时候看男生打篮球 或者是女生打排球 在军训快结束的前两天 我看完他们打篮球 就准备趁现在人少去餐厅站坐买饭 结果 有两个男生抱着球 冲我吹口哨 我没理会 那两人勾肩搭背 故意拦住我 小学妹 看上谁了 我忍住闲雾 想找办法脱身 然后 一个篮球忽然砸了过来 正中两人的小腿 我抬头望去 就看到了一个很高挑的男生 长相和气质也很出挑 尤其那双眼睛 眼帘微垂 带着点慵懒和桀骜 我诧异地看向他 他隔着几米远的距离 也看向我 然后对着那两个 骂骂咧咧的男生说 他来看我 你两个滚吧 事后 我对他的解围表示了谢意 他却抱着篮球 对我查起了户口 你叫什么名字 沈怡 我堂妹的名 什么专业 美术 随口胡扯的 大吉 大二 反正也看不出来 很显然 他信了我的回答 这之后 我再没去过体育馆 军训结束后 我们开始大一的课程 按照专业要求 我们需要参加学院里的实践部门拿学分 所以 我当时就报名了微记录片社 出事面试那天 我推门走进会议室 面试我的 有两个学姐和一个学长 那学长表情冷淡地坐在后面 正好是那天替我解围的那个男生 也是微记录片社即将换任的大肆负责人 傅文奇 只不过当时的我有点脸忙 感觉见过的帅哥好像都长一个样 唯独那双眉眼有些眼熟 不过 我没有多留意 我很快通过了面试 每学期都忙着参加专业实践 后来新社长上任 就没有再见到过傅文奇了 那时候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 后来会以这样的场景再次遇见 原来 真的会有人惦记另一个人好多年 要不是 他长得不赖 我铁定要报警 傅文奇让助理取回我的行李箱 然后把我从医院带回了家 几个小时前 我把我在这里的痕迹全部抹除 现在又在他的注视下 一一恢复原样 白费功夫 我把衣服挂好 重新放进衣柜 傅文奇靠在一旁 看着看着忽然从身后还住我的腰 下巴还在我肩头蹭了蹭 我心脏狂跳 这样轻易的举动 我还是有些不适应 但不知怎么就莫名红了脸 我被他抱得浑身燥热 刚想推开他 就感觉手腕上一两 多了串香灰流离 我压然 回头看他 他抬起右手腕 露出那串原本属于我的珠子 两串颜色各异的珠子碰在一起 闪着斑斓微光 我心间顺时一热 我张了张口想说什么 他却将我报警 当初看到你的面试简历时 我就想起了 在学校 你来会议室报名面试的那天 我没想到 体育馆里的大二美术生沈怡 变成了同系新生沈志 他说着 将我转过身面向他 我忍不住垂头 就那么一次撒谎耍了别人 结果 后脚就当着人家的面掉了吗 偏偏自己还没意识到 我努力找不 副总 我都不记得了 是吗 小骗子 他捏了捏我的脸颊 那时候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真的很生气 可我马上毕业了 我就想着 以后一定要找你算账 于是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再次遇到了 结果 还搭上了自己 我脸烫得厉害 阻止他 傅文奇 你别说了 他不听 故意凑到我耳边也语我 你拿烟灰刚砸我的时候 好疼 我醒来后 就想 要把你关到我身边 狠狠欺负一顿 但在公司电梯泥 倒进我怀里的那一秒 我又不舍得了 我听着他的话 心跳震耳欲聋 他说着 慢慢附身 做事要亲我 狗上死 傅文奇 你站好 我忙伸手去捂他的嘴巴 他就是吻了吻我的指尖 眼睛里尽满笑意 没礼貌 以后要叫老公 橘色夕阳穿过阳台 洒进室内 硬衬得满目温暖 洁白纱帘随风浮动 这一刻 明确了心意 全文完 我和炎翼结婚后不久 迎来了我们的女儿 我清晰记得 炎翼在产房外紧握双手 泪水满面 所有医生都一致认为 他会成为一个极好的父亲 我曾深信不疑这一点 但当他的初恋情人的儿子 急需肾脏移植时 炎翼毫不犹豫地 将我们的女儿送上手术台 那一刻 我才明白 无论是我还是女儿 在他心中 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不幸的是 我们的女儿 因为手术病发症离开了我们 炎翼却对我说 我们还可以再有孩子 当我决定离开他时 他泪眼汪汪地恳求 我不要离开他 时间已经指向下午五点多 我在工作室忙碌了一整天 这时 我突然想起了 还在幼儿园的女儿笑笑 心中不由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尽力安慰自己 希望今天因为没能按时接他 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虽然心里有所忐忑 但我急匆匆地赶往幼儿园 到达幼儿园时 快到关门时间了 我的心情更加焦急 我紧张地问老师 笑笑在哪里 我今天太忙 还没来接他 我焦急地握住老师的手 等待回答 老师看起来有些迷惑 然后微笑着告诉我 放学之前 笑笑的爸爸已经来接他了 他说家里有些事 他没和你联系吗 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心中隐隐感到不妙 我迅速掏出手机 查看定位 上周无意中听到 言义与他初恋 沈青秋的对话后 我暗中在女儿的电子手表里 安装了定位功能 现在这个决定 似乎显得格外重要 定位显示 女儿在医院 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立刻驱车 前往女儿所在的医院 在紧急情况下 我急切地向医院工作人员 询问笑笑所在的病房 心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然而 我还是晚了一步 在病房内 沈青秋坐在床边 轻柔地抚摸着他儿子的面庞 而我的丈夫 颜义 正在抱着他 提供慰藉 放心吧 天又没问题 很快就会苏醒 他们看起来 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 我冲入病房 颤抖着 抓住颜义的衣领 质问道 笑笑在哪里 你们对笑笑做了什么 但我心知肚明 沈青秋的儿子 罹患了严重的尿毒症 他们打算用我的笑笑 去为他儿子进行肾移植 我满眼的痛苦和不敢置信 他竟然为了别人的孩子 将自己的女儿送上手术台 沈青秋见我闯入 略显愧疚地保护着他的儿子 颜义将我的手推开 低声压制地说 天又还没醒 别在这失控 吵到他了 笑笑在别的病房 我的心已痛到无法自控 颜义看到我还想继续闹下去 便拉着我离开 我疯狂地拍打着他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 笑笑是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啊 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 去给沈青秋的儿子 做肾移植 颜义紧握着我的手腕 眼里满是蔑视和冷漠 如果不是他 还有这点价值 你以为我会允许他出生做我的女儿 这话让我愣住了 原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女儿 我们都不过是他的棋子 一群医生匆匆忙忙地赶来 颜先生 您的女儿术中出现感染 现在在重症监护室 我们已经尽力了 在医生还未讲完时 我带着尖锐的叫声 冲进了重症监护室 床上躺着的女儿 被各种管子覆盖 身体瘦小 脸色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不负往日的活力 氧气管已经被移除 医生旁边深深叹息道 很抱歉 但请您保持冷静 我冲向她 抱住她 但因为无力 只能跪在地上 嘴巴张开 却无法流出泪水 我的女儿 就这样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宝贝 宝贝 妈妈在这里 你不是特别喜欢肯德基吗 等你醒来 妈妈会带你去吃 好吗 我们去游乐园玩吧 已经很久没去了 还记得幼儿园的运动会吗 你要带妈妈一起去的 我紧紧抱着她的身体 反复呼唤她的名字 但她再也无法回应我 这时 颜逸和沈青秋 才一起走了过来 她走到我的身边 阿殷 不要太悲伤了 将来你还能有更多孩子 这样的话语 即使是对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的陌生人 也难以说出口 她是笑笑的父亲 我的丈夫 怎能说出这番话 沈青秋脸上也露出遗憾的神情 陈殷姐 没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 但既然已经这样了 你就不要太伤心 我相信笑笑在天堂 闭嘴 我怒吼 杀人的凶手不配提我女儿的名字 在我泪眼模糊的凝视下 沈青秋和颜逸站在我面前 你们真的认为我女儿的生命如此微不足道吗 她还那么年幼 竟被她亲生父亲欺骗 用作他人的肾脏移植 最终在医院中逝去 当夜深人静时 你们难道不会感到一丝愧疚吗 沈青秋似乎被惊吓到了 恐慌地躲在颜逸的背后 颜逸眉头紧锁 不耐烦地回应 这只是一个意外 陈殷 你也别过于激动了 是的 在沈青秋的眼中 我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无理取闹 与其说是他们导致了我女儿的死亡 不如说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和颜逸结婚 这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颜逸 你的心真是冷酷无情 我抱着女儿冰冷的遗体 跪坐在地面上 助理冲进来 看到这一幕后吞吞吐吐地说 颜总 沈小姐 小少爷醒了 手术非常成功 沈青秋的眼睛立刻闪烁着光芒 真的吗 他紧张地摇晃着颜逸的手臂 阿易 天又平安无事 太好了 颜逸似乎也有些兴奋 他吩咐道 去超市买最好的护肤品 还要让医生再给天又做一次全身检查 我们马上过去 真是讽刺 他的女儿刚在病床上失去生命 他却还能为别人的孩子高兴 看到我 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冷淡 我得和青秋去看望天又 笑笑的丧事 我会安排人处理 你这几天好好休息 说完 他和沈青秋手玩手离开了 重症监护室里 只剩下我和我已故的女儿 要是我那天早一点到达 或许他们就不会成功了 我本应该现在正与女儿一起愉快地在家享用晚餐 而现实却截然不同 医院对笑笑来说是最恐怖的地方 在他被推进手术室时 他一定感到极度恐惧 他当时脑海里究竟闪过了哪些念头 可能是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他才勇敢地没有反抗 爸爸 笑笑不害怕 因为知道爸爸就在外面等着 一出来就能见到爸爸 他那么乖巧地接受医生的麻醉 没有哭泣 也没有抗拒 医生叔叔 手术会很快结束吗 我得回幼儿园 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医生叔叔 打麻药时有些疼痛 我在监控室观看这些场景 悲痛欲绝 今天是笑笑安葬的第三天 盐益似乎已将他的女儿忘却 继续他的日常上班生活 与沈青秋一起去医院探望沈天佑 听说沈天佑的病情有所好转 盐益的心情 似乎也随之轻松了一些 但他似乎完全忽视了 自己刚失去一个孩子的事实 我拿着女儿生前最爱的小熊玩具 站在楼顶 寒风凛冽 却比我的心还要冷 我想要去见女儿 向她道歉 实现带她去游乐园的承诺 一种失重的感觉袭来 但并未如预想中 摔倒在地上感到疼痛 一个软电承接了我 耳边是救护车的声响 不幸的是我被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盐益和医生交谈着什么 医生离开后 他转向我说 沈樱 你能不要总是给我添麻烦吗 笑笑已经离开我们了 你就算去世又能怎样 他摇了摇头 无奈地离开了 我的枕头已被泪水彻底湿透 我懊悔没有及时识破 盐益的真实面目 悔恨自己 在揭露他们阴谋时 仍然步履盘跚 自从我妈妈成为盐益家的 家政工作了数载 我便与盐益共同成长 在一次偶发事件中 我母亲永久了盐益祖父的生命 这成为了我与盐益共同 就读学校的契机 不久 母亲因心脏疾病离世 盐益的祖父 是为极其慈善和仁慈之人 了解到我与母亲 唇齿相依的情况 决定让我留在盐家生活 盐益淘气不已 长逃学 甚至在被老师抓住时 也要求我协助掩饰 因此 我经常与他一同受罚 他总是捉弄我 拉扯我的头发 将我完成的作业隐藏 甚至要求我帮他 接收女孩们的情书 在他面前 我仿佛他的小跟班 然而 每当有人贬低我说 陈音的母亲 仅是盐家的家政 陈音无非是盐益的仆人 这类话时 我无法反驳 而盐益总是第一个 站出来保护我 即和他的伙伴们 让那些诋毁我的人道歉 我想我可能从那时起 就对盐益产生了好感 尽管他不专心上课 他的成绩 却总是超过我这个 专注听讲做笔记的人 有他在场 我总是排名第二 因此 他也常帮助我复习功课 盐益的祖父了解他的顽皮 经常叮嘱我 多加关照盐益 我经常出现在 他与朋友们抽烟喝酒的场合 给他一个你懂的眼神 他就会乖乖放下手中的烟酒 跟我一起回家 也有人戏谱地说 哟 看来一哥也怕妻子管束呢 盐益在面对那人时 没有多言 只是用力踢了一脚 我常想 如果这是一部言情小说 我或许就是 那位被盐益拯救的灰姑娘 然而 我清楚地知道 盐益的心中 一直有着另一个名字 沈青秋 她是我们学校众人瞩目的美女 对于盐益来说 她就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每当沈青秋参与舞蹈比赛 盐益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 静静地欣赏她的表演 在沈青秋忙于写作业时 她会叫上朋友们帮忙 甚至在沈青秋生理期时 她还会让我教她 怎么煮红糖浆水 这些细节 让我意识到 我和盐益之间是没有可能的 同样 盐益和沈青秋之间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盐家和沈家之间的恩怨深重 在商业竞争中 两家一直是对立面 且沈家曾造成盐家 一位长辈的死亡 因此 盐家的家规 盐静与沈家有任何往来 然而 盐益性格固执 与沈青秋的接近 让盐爷爷对她处罚了不知多少次 随着盐益对沈青秋越发深陷 盐爷爷做出决定 若盐益与沈青秋结合 盐家所有资产都将捐给公益 A是将不再有盐氏集团的存在 盐爷爷早就与我商量 希望我成为他的孙媳妇 盐盐 爷爷只看好你一个 我知道你也有益于小益 可惜他不懂得珍惜 得知此事的盐益与爷爷大吵一架 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冷淡 陈音 作为我们家庭的看护 你有什么资格在祖父面前挑唆离间 导致他反对我与青秋的关系 盐益的眉头紧锁 他的话语中 我首次感受到了他的反感 其实祖父他只是 我试图说明自己 并未在祖父面前说过什么 别说了 他严厉地中断了我 你最好明白自己的地位 别幻想凭借祖父的支持 就能成为我妻子 盐益这番话更加坚定了 我离开盐家的决心 大学毕业后 我与室友一起创办了一间工作室 恰逢良机 以小有盈利 足以支付我的租金和日常费用 然而 祖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孙女看待 难道你是因为觉得我快不行了 不愿意在我临终前陪伴我 才决定搬走的吗 祖父的话语透露出失落 上月医院的诊断 显示他时日不多 若非祖父当年收留我 妈妈去世后 我早就无家可归 过不了现在这样的生活 祖父 我只是想独立生活 不想给盐家添麻烦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 你就留在这里 看谁敢乱说 由于祖父坚持 我也就没有搬走 盐一开始负责公司事务 对我依旧冷漠 我忙于工作室的事务 对他的态度也不再过分关注 到了中秋节 盐一罕见地回家共进晚餐 晚餐时 祖父不免对他有所责备 你都25岁了 还不找个女朋友 难道你还念念不忘沈家的那位吗 提到沈家 祖父的口气显得格外严重 每次爷爷提起这件事 盐一都会生气地放下饭碗走开 但这一次 他却异常冷静 他缓缓品味着饭菜 然后轻声说 我打算和音音结婚 我和爷爷同时震惊 你这小子 再说一次 爷爷简直不敢置信 我要和陈音结婚 盐一再次强调 我才缓过神来 还没等我说话 爷爷就开心地大笑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终于醒悟了 等你娶了音音 我就能安心地走了 虽然盐一口中说着要娶我 但他的目光却始终未曾落在我身上 我默默地低头 吃着碗中的饭 音音 你怎么看 爷爷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我 我们下周就办婚礼吧 我正好有空 盐一打断了我的话 我本想说 这是否太急了 毕竟以前盐一并不喜欢我 怎么会这么快 就想和我结婚呢 他是不是只是想应付爷爷 我不愿让爷爷失望 心里对盐一也有些许情意 于是就迷迷糊糊地同意了这桩婚事 这样我和盐一成婚了 我们没去民政局登记 他说那些琐事不要总打扰他 几天后 我手中多了两本红色的结婚证书 他有那样的身份和地位 一声令下就足够了 婚后不久 爷爷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盐一从迷茫的日子中振作起来 成为盐家的支柱和总裁 音音 我们生个孩子吧 盐一在床上温柔地抱着我说道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讨论孩子这个话题 似乎总是遥不可及 我曾误以为 盐一对孩子没有兴趣 因此一直未敢触及这个话题 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近期 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我并未打算 在此关键时刻 考虑扩充家庭 你不是对孩子没兴趣吗 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会全心全意地去爱他 他边说边亲吻我 他的话让我心动 我幼稚地认为 盐一已经把沈青秋放在一边 想要与我共住美好生活 盐一口中的孩子二字 充满了柔情蜜意 我甚至开始幻想 盐一作为父亲的样子 抱着这样的希望 我怀上了孩子 盐一 我怀孕了 我紧紧握着运检报告 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 我以为盐一听到这个消息 会无比激动 因为他如此渴望孩子 嗯 但电话那头 却传来了意外的闷哼声 盐一 我语气加重 心中涌起不安 过了许久 他才重新开口 好的 我了解了 我处理完这边的工作就回来 他的声音并没有我期待的喜悦 反而似乎松了口气 你不高兴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沉默了一下 不 我并不是不高兴 我只是 现在还在忙 有空了 我再给你回电话 你在家好好的 乖 我先挂了 嘟 电话还没等我回应 就被挂断了 说我不失望是假的 在与他结婚的两年里 他只有在我们准备怀孕的时期 才会经常回家 其他时候 要么在公司加班 要么出差在外 经常一周 都难得有机会见上一面 刚开始怀孕的我 他似乎并不太在意 我逐渐意识到 这仅仅是事情的起点 在我怀孕的整个过程中 严毅从未伴我 一同前往医院进行运检 对不起音音 公司突发紧急情况 你就让咱们家的保姆跟你去吧 音音 我明日要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无法陪你去做运检 媳妇 下星期我要出差 我会让我的助理陪你去做运检 乖 这样的巧合 接二连三发生 我每次都会表示理解 他这时才会紧紧拥抱我 亲吻我的额头 我知道音音会理解我的 老婆真是个好女人 考虑到他刚接管公司 需要付出努力 以避免被人轻视 我的心情也就没那么沉重了 而且他每次 在我做完产检回家后 都会细心询问 陪同我的保姆或助理 关于各种注意事项 他对此比我还要了解 有时候 他还会请来家庭医生 为我开些药膳 以便我晚上睡得更安稳 吃得更好 他每次出差几周回来后 首要之事就是倾听我肚子里的宝宝 听他的声音 太棒了 将来一定会像音音一样 受人喜爱 但我却没想到 他心里在想的是 孩子长得真健康 将来一定能帮天佑换个肾 要是我早知道 我绝对不会让这个孩子降生 生产当天 医生告诉我 严毅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后 双手合十 倒在地上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在赞美他 说他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再回顾过往 我不禁感到些许讥讽 一个男性 除了在分娩室外流泪片刻之外 未做任何事 却被誉为杰出的丈夫与父亲 与此同时 那位在床上承受 所有痛苦的母亲 却被无视了 得知孩子安然无恙后 严毅便匆匆返回了办公室 他甚至没踏进 我所在的病房一步 那时 我心中的疑云 已经开始聚集 自女儿降生起 严毅就没有参与过 他生命中的任何重要时刻 甚至对于简单的周末家长会 他也显得漠不关心 别再用这些浪费时间的事 来打扰我了 每当女儿带着委屈询问我 妈妈 爸爸是不是不爱我 不 爸爸非常爱你 每次这样回答 我自己都感到不安 那他为什么从没为我庆祝生日 也不参加我幼儿园的家长会 同学们都说我没有爸爸 我紧紧抱着女儿 努力抑制自己的哽咽 轻声安抚他 直至他入睡 我正准备进入亮着灯的书房时 无意间看到严毅正在视频通话 天佑真了不起 你比爸爸小时候聪明多了 爱意 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们 这几天 天佑一直想念你 我明天就过去 陪天佑好好玩一玩 我的心在那一刻仿佛冻结了 原来严毅与沈青秋有一个儿子 他之前明明说因为公司事务 无法参加笑笑的家长会 现在却轻松答应沈青秋 带着他们母子出游 我和笑笑在他心中究竟是什么地位 几年前沈青秋曾传出生了一个儿子的新闻 我偶然间看到过 当我后来想要重新查找那条新闻时 我发现他已经在互联网上消失无踪了 我当时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认为那可能只是些没有根据的谣言 但现在回想起来 自从我与沈毅结婚以来 似乎一切都有迹象表明这一点 在他将我独自留在家中的每一个夜晚 对女儿冷漠的每一天 难道他不是一直在沈青秋和他儿子的身边吗 但他为何愿意与我结婚 并且急切地想要和我一起生孩子呢 当时我对此百思不解 我整夜未眠 思考着是否应该向严毅坦白一切 然后果断离婚 但想到我们还不到六岁的女儿 我心软了 第二天晚上 等我把笑笑哄睡之后 严毅才回家 一开始他脸上还挂着微笑 但看到我后立刻患上了冷漠的面孔 严毅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很好 我也正有事要和你说 我们走进书房 严毅开口说 青秋已与沈家断绝关系 现在无处可去 还带着个孩子 我打算让他们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提这个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你的意思是把你的情人和他的私生子带到我们家里 我大声追问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没必要隐瞒 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就离婚吧 严毅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轻描淡写地提出离婚 你有没有考虑过笑笑 她也是你的女儿 我带着泪水呼喊 试图唤醒她的良知 严毅面无表情 满脸道貌岸然地回答 我无法忍受天佑和她母亲在外流浪 严毅这么说后便匆匆离去 有我一人在书房里泪流满面 为避免与严毅立即离异 我决定不对沈青秋和她儿子进入我们家有任何反对 沈青秋带着忐忑不安的眼神 打亮着新环境 颤声道谢 非常感激你 陈英姐 是你让我和天佑避免了无家可归 尽管她眼含泪水 我仍能感觉到她眼中隐藏的轻蔑 沈天佑皱着眉头抱怨道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妈妈都向你表示感谢了 你怎么还不回应 真是没有礼貌 就在这时 保姆带着笑笑回到家中 她显得有些茫然 不知如何是好 沈天佑冲上前 揪着笑笑的辫子说 你就是笑笑吗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哥哥 你若不听我的 我就教训你 她说完 还狠狠地扯了扯辫子 笑笑因痛而哭泣 我急忙抱起她安慰 别怕 妈妈在这儿 一见到颜翼 沈天佑立刻开始哭泣 爸爸 爸爸 妹妹刮了我的脸 呜呜 颜翼焦急地抱起沈天佑 见到她脸上的抓痕 便对笑笑严厉质问 你平时是怎么被教育的 这么小就学会了打人 听见爸爸的斥责 笑笑哭得更厉害 吓得脸都白了 我没来得及解释 赶紧让保姆叫家庭医生 抱着笑笑上了楼 自从沈青秋和她儿子搬来后 颜翼便不再加班 也不出差 每日准时结束工作 回家的路上 我经常陪伴沈天佑在绿音场上嬉戏 有时 笑笑会手拿玩偶 跑去找颜翼 盼望着父亲也能加入她的游戏 在这种情形下 沈青秋经常会出面阻止 笑笑 你的爸爸现在正陪天佑哥哥玩耍 你已经和爸爸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应当给天佑哥哥一些空间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 笑笑总是带着失望的眼神 远远望着草坪上的一家三口欢乐的场景 这些情况都是从保姆那里了解的 我无法忍受女儿遭受这样的区别对待 每次在哄笑笑入睡后 我都会去找颜翼理论 天佑患病 需要我更多的关心和陪伴 你和笑笑能否体谅一下 她说这话时 那种耐心和对沈青秋及沈天佑的温柔 截然不同 正当我准备在发表意见时 沈青秋穿着一件白色针丝睡衣走了进来 脸色苍白 显得格外可怜 阿易 天空雷声滚滚 我感到害怕 能否陪陪我 她说完这话 又转向我 陈音姐 自从我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后 我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 您不会在意吧 她的声音温柔动听 任何男人听了都难以抗拒 正如我所料 颜翼立刻回应 你先去房间 我马上就到 怪 她的态度直接 完全不顾我在场 我心中充满失望 默默离开 明白无法挽留的人总会离去 快到笑笑的生日了 上一次 因为工作室的事 没能及时庆祝 虽然后来补上了 但小家伙还是跟我生了几天气 这一次 无论如何 我都要陪伴她度过 在家里布置好一切后 我让保姆去取蛋糕 自己则去接笑笑 妈妈 今年爸爸会陪我一起庆祝生日吗 小女孩斜着头提出了疑问 我不敢随便回答 因为不清楚 严毅今天晚上是不是待在家里 或者是不是和沈青秋母子一起外出了 即使我心知她不再爱我 我仍想在女儿面前维护她的形象 毕竟 女儿是无辜的 我们回到家里再谈这个问题 好吗 我只好这么说 一回到家门口 就听到了吵吵嚷嚷的声音 哈哈哈哈 爸爸浑身都是蛋糕 我还要继续玩耍 天佑 小心点 别摔倒了 哈哈哈哈 过来 到爸爸这边来 我急忙打开门 却发现原本精心策划的惊喜 已经被他们搅乱 就连我订购的草莓蛋糕 也变成了他们的涂鸦工具 为女儿买的小熊玩具 被沈天佑踩在了脚下 弄得一塌糊涂 我把女儿放在地上 对严毅说 今天是笑笑的生日 你竟然还带着她在这里胡闹 严毅 你的心里还有没有 笑笑这个女儿 沈青秋向她的儿子 使了个眼色 沈天佑马上明白了 呜呜 陈阿姨好凶 呜呜 爸爸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做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天佑 别哭 没事的 严毅温柔地擦去 沈天佑的泪水 她却完全忽视了 我身后一肋眼模糊的笑笑 妈妈 妈妈 我的蛋糕和小熊 听到笑笑的哭声 沈天佑还故意在小熊上多彩了几下 陈音姐 天佑她无心之举 她还小 您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 我实在忍无可忍 沈青秋 你能不能好好管教你的儿子 没有教养 就别让她出门 一旦我说完这话 严毅便冷声反驳 够了 陈音 不过是些孩童的玩意儿 咱们明日再置办便是 哎 我早该预料到会是这种情形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竭尽全力 不去关注严毅和沈青秋母子之间的互动 直到笑笑突发高温 我急忙请严毅驾车带我们去医院 此时的严毅已经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但并非因为笑笑 天佑的病情加剧了 我必须立刻前往医院 你还有一个女儿在这呢 笑笑高烧不退 我在后座大声呼喊 但无法阻止急迟而去的严妇 最终 只能有保姆抱着笑笑 我亲自驾车前往医院 幸运的是 笑笑只是由于换剂导致抵抗力下降 引发发热 在医院退烧并拿到药物后 我们便返回了家 费尽周折将笑笑哄入梦乡后 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准备沐浴 路过书房时 我无意间听到了沈青秋与炎翼的谈话 若不及时实施肾移植 天佑恐怕难以存活 爱意 你曾说过只爱我们母子 我们才是合法的伴侣 我清楚 我清楚的青秋 只是笑笑还年幼 我担心她只不过是一颗肾而已 并不会危及她的生命 而且你最初也同意了 为了拯救天佑 才答应与沉樱生下笑笑的 对吗 我捂住嘴巴 颤抖着倒在地上 不敢继续聆听 我深爱的女儿 竟然成了他们儿子的肾脏捐献者 炎翼简直无异于禽兽 为了救她和沈青秋的儿子 竟将我俩的孩子 视作他们的肾脏来源 当我听到她总是沉默不语 我终于明白 她早有预谋 令我惊讶的是 沈青秋曾提到 他们才是合法的配偶 这才让我意识到 我和颜翼并未正式登记结婚 我们只是手持两本结婚证书 根据沈青秋所说 这意味着颜翼实际上犯了重婚罪 因为有祖父的遗愿 颜翼明目张胆地与沈青秋成婚 尽管她早已与沈青秋结婚 她选择与我结婚并生孩子 目的是为了分散注意力 同时拯救他们的儿子 她的计谋真是精妙绝伦 为了确保他们不知道 我已经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以防他们采取极端行动 我秘密在笑笑的电话手表中 安装了定位器 我打算处理完工作室的事物后 揭露研绎的重婚罪行 然后带着女儿悄然离开 但不料计划泄露 现在回想起来 我意识到沈青秋故意安排人 在我的工作室制造麻烦 以便颜翼提前带走笑笑 当我匆忙赶到时 已是为时已晚 在回忆这一切后 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忍耐 我与颜翼匆忙结婚 并生下孩子 最终却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我从床上坐起 今天是我将自己关在房间的第八天 也是女儿葬礼的第十三天 沈天佑被接回家 受到颜翼和沈青秋的 无微不至的照顾 但我的女儿的照片 仍摆放在灵堂上 她们怎能如此心安理得的生活 我突然记起 工作室里那些捣乱者的话 虽然我跳楼未遂 但这也许是命运给我的机会 让我未失去的女儿复仇 在将颜翼与沈青秋母子 一同送往医院 进行健康复查后 我将家中物品整理好 并悄悄地带走了 我们那两本名义上的婚姻证书 离开了这个充斥着苦难的家庭 我返回工作场所时 重新观看了 那日发生纷争时的监控视频 那两个制造骚乱的人认为 这样做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 因此表现得非常狂妄 我利用他们害怕入狱 并留下犯罪记录的恐惧 从中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沈青秋找到他们时 承诺事件结束后 会支付他们一笔丰厚的报酬 但由于沈青秋 已与沈家断绝了关系 这两人对他十分不信任 然而 沈青秋后来提到不久 我将得到一大笔财富 整个颜家将归我所有 正是他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怀疑 沈青秋和颜翼的婚事 不可能被公开 否则颜家的所有财产 都将捐赠给公益项目 但颜爷爷留下的 经过公正的遗嘱 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 如果是颜翼给沈青秋财富 他不会如此嚣张地宣称 将得到整个颜家的财产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沈青秋不下了一张大网 根据颜翼所言 沈天佑是他和沈青秋的孩子 通常情况下 如果沈家知道孩子是颜翼的 他们肯定会通过媒体 大肆宣扬颜翼和沈青秋的事情 不论是婚事还是非婚事 这都会对颜家造成巨大的打击 这本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沈家不可能错过 但鉴于沈家目前的静观其变态度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即这个孩子很可能并非颜翼所生 沈家一向谨慎 不会做出冒险的举动 在思考这一切后 我决定给家中值得信赖的保姆打个电话 请求他帮忙取来沈天佑和颜翼的牙刷 我还特地前往了民政局一趟 正如我预期的那样 沈天佑和颜翼并无血缘关系 沈青秋虽然隐藏得很深 但我还是发现了 他打算离开沈家时 一直在和一个高中时期 就追求他的同学保持联系 在离开沈家不久之后 他便与颜翼相识 并迅速发展了关系 我猜测他在发现自己怀孕后 便急忙找到颜翼 让他成为这一切的替罪养 沈天佑比笑笑大三岁 那时正是颜翼打算 与我结婚生子时 查出尿毒症的阶段 这真是荒唐至极 我找到了与沈青秋有过关系的那个人 他的名字是徐三 他陷住在一个肮脏不堪的城中村 脸上有一道显眼的刀把 当他看到我时 显得有些愕然 连忙推着自己的烧饼摊 想要迅速离开 陈三 我喊住了他 你难道不想要报仇吗 他停下脚步 缓缓地转过身来 你真的甘心 看着自己的孩子叫别人父亲吗 你不过是沈青秋抛弃的一个棋子 我搜集了所有必要的证据 随后带着负责处理我爷爷遗嘱的律师 再次拜访了严家 严一眉发现我身后的律师 一见到我就带着不悦地问 你这些天去了哪里 能不能不要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我没有回应他 而是打开了手机 将屏幕内容投射到客厅的电视上 谁来了 沈青秋笑容满面地抱着沈天佑出现了 看到电视屏幕上的内容 他的表情顿时僵硬起来 严一疑惑地问道 这个人是谁 陈音 你还打算做出什么疯狂的事 这个问题得问沈青秋 他的儿子的父亲 他难道不认识 沈青秋冲过来试图关闭电视 但我阻止了他 你可能没想到陈三还活着 不能让天佑一直误认为别人是他爸爸 他无力地坐在地上 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电视上陈三正讲述他和沈青秋那段时间的事情 我将DNA鉴定结果扔在桌上 严一为了别人的孩子 牺牲了自己的女儿 你对笑笑不会有一点歉疚吗 严一呆呆地看着我 似乎还在消化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直到他看到DNA鉴定报告 他才开始激烈地哭泣 沈青秋 是你告诉我 天佑是我的孩子的 你竟然敢欺骗我 笑笑 我的宝贝笑笑 不 不是的 沈青秋抓住严一的腿 天佑是你的孩子 陈音在胡说 严一给沈青秋一个耳光 你现在还想欺骗我 沈天佑紧紧抱着沈青秋 大声哭泣 我把严一重婚的证据递给刘律师 刘律师 请你根据爷爷的遗嘱 在法庭上做公证 并且我要起诉严一重婚罪 严一一脸震惊 你是怎么发现的 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转身离开 严一喊住我 沈青 笑笑 我 我没有故意的 我笑了笑 面对他这样的话 严一 你知道吗 笑笑很爱你 从他有记忆开始 每个生日都给你准备礼物 但是你从没真正关心过他 你这一生都不配做父亲 就连来世也不配 严一跪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 几个月后 严氏集团的所有资产 和严家的全部财产都变卖了 捐献给公益项目 从此 A氏不再有严氏集团的踪影 严家也消失了 严一被关进了监狱 在进去之前 他用所有积蓄 雇了外国人 绑架了沈青秋 几天后释放他 他身心俱疲 精神错乱 几个月后 又爆出大新闻 陈三因纵火而入狱 受害者是沈青秋 和沈天佑 严一在狱中 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希望我能去看他最后一面 我没有同意 但是我给他寄去了 笑笑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 他收到礼物后不久 在狱中自杀了 我站在女儿的墓前 将这些事情的报纸烧给他 希望能给他一个交代 而我呢 生下他 让他遭受这些苦难的我 又该何去何从